大家好,欢迎收看均匀原意 两月季涂断是它的花大色艳 光把它养活可不行 许多人养的月季光长叶子不开花 各种原因,大都是因为少了这两玩意儿 1.磷肥 蛋磷钾是花会生长必须的三元素 其中但是构成蛋白质的主要成分 蛋白质常被用作有机肥原料 比如黄豆,经过腐肥后 可当作养月季的高蛋肥 进入生殖生长期后 月季对磷的需求抖增 因为花芽的分化以及花蕾的生长 都少不了磷的参与 那么哪些东西可以制成磷肥呢 常见的莫过于骨头和鱼鳞鱼血 骨头使用时需要先煮沸泡掉其材料的盐分 要知道氯化物对于月季有毒害作用 用富含盐分的材料养月季得不偿失 浸泡后晒干敲碎就能作为肥料养花了 鱼鳞鱼血则要欧制复熟 制成水肥后使用 二,光照 月季是阳性花 阳性花有个怪癖 光照强度和时长不足 树叶不仅会软弱容易涂涨 开花也不凉甚至是无花 除了下时正午前后 其余时间多给月季全光照 且时长不得六小时 磷肥和光照补上之后 月季很快就呼呼开爆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订阅关注哦 下期再见